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,今集就為大家看幾個跟澳門相關的消息,應該都是大部份市民最關心的東西之一,明年派錢仍是照舊派一萬元不變,根據澳門日報消息,立法會全體會議是一般性討論明年的財政年度預算案, 經濟財政司司長透露明年的現金分享維持一萬元,同時經濟財政司司長亦向立法會介紹2020年度預算執行情況報告,去年一般綜合收入是一千零一十六點七億,一般綜合開支是九百六十一點二億,結餘總額是五十五點四三億。 司長亦提到,去到九月份為止,特區政府財政儲備裏的基本儲備是一千五百零八點六七億元,超額儲備是四千九百六十二點四二億,今次經過立法會審議後,2020年度中央結餘總額是三十四億元, 扣除撥比社會保障基金的1.02億後,預額將依法注入到超額儲備,今次財政儲備總額大約是六千五百零四點六億。 澳門旅遊方面說,未來所有醫學觀察酒店將會採用預訂制度,以更好管理醫學觀察酒店。 在11月20日開始,所有入住醫學觀察酒店的人時,包括澳門居民及非澳門居民,在辦理登基手續或搭金巴在廣州澳大橋來澳門前,必須出時由醫學觀察酒店發出的預訂確認書。 所有自選酒店已接受預訂,指定酒店將會在11月15日開始接受預訂,專門醫學觀察酒店可以開放預訂的日期將會在10日公佈,酒店費用方面因應最新的方法要求。 各個醫學觀察酒店的收費將會作出調整,自選酒店已在網站上公佈新價格,其餘酒店新收費亦會盡快公佈, 另外,根據澳門感染疫面協調中心表示,專門用來做醫學觀察酒店的金寶萊酒店就爭取在12月1日重開。 另外,如果專門醫學觀察酒店爆滿無可預約的話,有關人士暫時不能回澳門,當局可以一直監察預約情況作出調整。 上邊就是我們今次的資訊,首先派錢方面,澳門保持分不變,都是派1萬元,這部份應該不算太驚喜。 不過看2020年度,澳門的財政預算,現在財政儲備總額有近6504.06億,看起來真的不錯。 如果上邊這6500億,再加上澳門的賭收,是可以呼錄到5-6成的話,其實政府的收入都算不錯。 只要再想下方法開完折留,我相信要做到收支平衡應該就不算太難。 雖然經常都說澳門現在是產業單一化,但其實現在澳門的整體,都要多謝這個產業夠單一。 如果不是那群賭場要續排的話,又怎會不大規模炒雲呢? 如果是突然之間多了一兩個產業,是可以消化到澳門5萬人左右的勞動力呢? 而他們同時又受疫情影響,一個完全由市場到向的產業,你們做老闆會不會減少人手呢? 所以經常都說要多開幾個產業,但其實今次疫情下來,我們都是靠單一產業去頂住的。 就算是未來發展到4大產業,就算過濟人口也未必有現在賭業那麼消化到那麼多人。 所以要做到取代賭業都真是不太容易的。 最後就看回隔離酒店部份。 現在如果是來澳門的話,是需要預訂酒店才可以的。 如果是沒有預訂酒店就不能回澳門了。 其實這一點算不算是嫌了呢? 如果是這樣做的話,只要是政府方面收緊房數的話, 其實某程度上就已經可以控制到回澳門人數了。 不過現在都是疫情,都是可以理解的,因為非常時期嘛。 今集同大家提了幾個資訊,大家有什麼看法呢? 下下邊留個言我我就知道,我們就下集再見吧! 拜拜!